Hello 大家好 我是Meet Palma Carmen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這個 Dear Mean 是一個日本的枕頭牌子 這個很好的 也很有名 今天介紹的不是成人那個 今天介紹的這個就是兒童那個 這個是蝴蝶形的 其實這些枕頭有什麼好呢 這些枕頭因為是根據小孩子的骨 去做的形狀 它是很好的 它是激淫棉 很軟熟 你看到兩邊是這樣的 有兩個位置 它是給你打側睡 打平睡 都有不同的支援 譬如你平睡 這裡窩了下去 因為你看到有些小朋友 其實他不是有鼻敏的問題 但是他 因為你鼻敏的問題 有些是很厲害的 是塞住了鼻子 然後就要抹乾淨 呼氣和睡覺都會抹乾淨 其實有些是因為枕頭的高度問題 令到他那個呼氣的狀況 這些就會令到你 小朋友改善了這些問題 令到他可以呼吸暢順一點 合回口睡覺 其實流口水各樣東西都會減少了 有些時候流口水 雖然他都是睡著 睡得很深 但有些時候流口水是因為他 那個高度問題 太放鬆的時候 抹乾淨了口水 還有流口水出來 這個都會有幫助改善到這些問題 它可以令到 對你的頸骨 頸骨 頸骨 頸椎 頸骨 保持直 還有保持發育的健康 平睡的時候 有些小朋友會這樣睡覺 就這樣 都會發開了 這些位置 其實都會影響了他這些 比較累一點 這個位置 他有一個 讓他放著手的 全部這些位置 這樣支持著 讓他睡覺 其實他連打得睡 都會幫你支持著 不會把肩膀屈住 整晚睡著 因為小孩子睡著了 是完全什麼姿勢 他都沒有留意 他就會到第二天 都是這樣的姿勢 其實有時候 都會影響了他的肌肉 各樣東西 這個就是防止門 很夾傳的 有所有認證的 很安全的 對小孩子 有很多客人問 小孩子這樣幾歲的 其實他建議六歲以上才用的 你看到 青少年 去到十二歲左右 都可以的 他有兩個高度 譬如可能小時候 就用這些 如果到大一點的時候 真是年輕人 就反過來用 都是的 就會高一點的 他一個都會用到 你六至十二歲都六年 但是 譬如可能 你都看高度 如果有些人 有些小朋友 五歲幾都用的 五歲左右 就是因為 他可能 就是長得高大的 那些 你自己都要看 譬如你說長得 小小一點的 那你就起碼都要六歲 六歲左右 用就會好些 因為 跟著那個頸 那些長度 高度的 去幫他選用的 那今天呢 介紹是這麼多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回我們 那多謝了 拜拜